1. 人都是被逼出来的 每个人都是有潜能的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所以 当面对压力的时候 不要焦躁 也许这只是生活对你的一点小考验 相信自己 一切都能处理好 逼急了 好汉可以上两山 时事造英雄 穷者思辨 人只有压力才会有动力 2. 如果你简单 这个世界就对你简单 简单生活才能幸福生活 人要自足常乐 宽容大度 什么事情都不能想繁杂 心灵的负荷重了 就会怨天尤人 要定期地对记忆进行一次删除 把不愉快的人和事从记忆中摒弃 人生苦短 财富地位都是附加的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简简单单的生活就是快快乐乐的生活 3. 人生没有彩排 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 偶尔会想 如果人生真如一场电子游戏 玩坏了可以选择重来 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 正因为时光流逝一去不复返 每一天都不可追回 所以更要珍惜每一寸光阴 孝敬父母 疼爱孩子 体贴爱人 善待朋友 4. 怀才就像怀孕 时间久了会让人看出来 人 切莫自以为是 地球离开了谁都会赚 古往今来 事才放肆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所以 即便再能干 也一定要保持谦虚谨慎 做好自己的事情 是金子总会发光 5. 过去酒逢知己谦卑少 现在酒逢谦卑知己少 不慎酒力 体会不了酒的美味 但却能感受知己的妙处 没有朋友的人生是孤独的 不完整的 可是 因为生活的忙碌 渐渐少了联络 友谊就变得淡了 所以 抽点时间 联络朋友一起聊聊天 让情意在笑声中生疼 当朋友遇到了难题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挺身而出 即便帮不了忙 安慰也是最大的支持 6. 人生如果错了方向 停止就是进步 人 总是很难改正自己的缺点 人 也总是很难发现自己的错误 有时 明知错了 却欲罢不能 一错再错 把握正确的方向 坚守自己的原则 世界上的诱惑很多 天上永远不会掉馅饼 不要因为贪图一时的快乐 而付出惨痛的代价 如果发现错了 一定要止步 7. 人生两大悲剧 一是万念俱灰 一是躊躇满志 现代的人好像特别脆弱 报纸上天天报导 众多名人得抑郁症 这些人一定是从一个极端 走向另一个极端 正因为躊躇满志 才坚信自己是完美的 是无所不能的 如果受到一点挫折 就会变得极度自卑 甚至失去继续生活的勇气 为自己找一个准确的定位 享受生活乐趣 8. 人生和爱情一样 错过了爱情就错过了人生 爱情是什么 让人无所适从 让人神魂颠倒 面对爱情的时候 勇敢一点 大胆说出自己的爱 有花勘斋只需斋 莫待无花空折之 人总会生老病死 怎么过都是一生 错过了爱情就错过了生命的精彩 9. 天下有钱人终成眷属 现代社会的人变得越来越势利 爱情已越来越无足轻重 于是我不得不相信 天下有钱人终成眷属 这句话就对现代爱情的 最确切的描述 10. 要成功 需要朋友 要取得巨大的成功 需要敌人 有竞争才有发展 因为有了敌人的存在 因为有了不服输的决心 才会努力地做好自己的事 所以 有时候 敌人比朋友的力量更大 天下没有永远的朋友 却有永远的敌人 有些时候 敌人也可以变成朋友 心开心 料 consol 敌人 都外人 救你 第婻